用數字看臺灣 掌握最新財經脈動 各位觀眾晚安 我是謝金河 歡迎收看本週的數字臺灣 那麼小英總統的這個任期 是越過百日 這個百日民調的機構 是給他大概是下跌的一個評價 那麼他的滿意度 剩下五十二點三 這個五十二點三 這個他特別提到了 他說年金改革步驟會後悔 那麼也是在這一次的這個 九月三號 那麼軍公教人員 他出現一個大的遊行 在凱達戈蘭大道 那麼這是現場人幾的滿滿 那麼有人說二十五萬 有人說十一萬 那麼這個怒吼是軍公教人員集結 那麼他認為是他們被污名化了 那麼這個大家一起集結跟政府抗議 但是我們要瞭解這個 在這一次聯金正義當中 已經宣騰了很長的時間了 這個時候執政黨理論上 應該要有一個底案 也告訴大家 我們聯金改革到底應該如何來改 如果只是大家隨便吵吵 那麼這個聯金改革始終找不到 一個改革的定位跟方向 那麼在希臘的這個財政危機告急之後 我們看到希臘接受歐盟的紓困 這當中有四點值得台灣大家好好來思考 第一個是希臘把聯金替代率從百分之一百一十六 那麼他降到百分之五十六 那麼第二個是在計算聯金的方式 從最後一年來算改成一生所有薪水的平均 第三個是退休必須從六十歲年連長到六十五歲 最後是六十七歲 第四個是要滿四十年才能領退休金 所以台灣其實我們在這個聯金改革的方案步驟當中 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 這個步驟是會後悔 但是到底怎麼來做 我想蔡總統應該心中更有定見 另外一個是我們也提過了 在聯覽國際人才當中 現在行政院大概祭出了七個優惠 但是我要特別提醒 現在有一個卡住了 就是外國人才來台灣就職 那麼他假如超過一百八十三天 他必須克百分之四十五以上的最高的稅率 那麼現在行政院在草泥 對外國人減稅方案 但是假如只對外國人減 對本國人不減 我相信這個後遺症是更大的 大家知道最近網路上有傳聞 郭董是移民新加坡 那郭董吼任 但是大家要知道 在目前來講 如果稅制不願意去做核心的改革 我相信你是逼大家變成外國人 我相信這個是台灣未來的移民 會非常的蓬勃 我們看到林全院長講 他說台灣只能做小確幸的稅改 那大家瞭解台灣這次國民黨執政為什麼失利 是因為很多的這個租稅政策不符合人心 那假如說他不願意對國民黨的錯誤政策去做調整 那我相信民進黨的執政同樣也會失去民心 這是我們現在所要面對的 這是在未來小英總統的這個在改革路上 他必須要勇敢的把這個改革的棒子揮舞出來 那麼這個樂森案這個禮拜當中他連續股價跌停之後 現在大家開始面對的 這是一個值得大家關注的 等於是在樂森的這個小股民當中 現在超過七千張融資被追繳 但是大家可以知道在樂森這個事件當中 這個一個是白屎甘頭用一百二十八塊來收購 這個收購最後是假的 那麼收購沒成以後 很多的股民紛紛跳進去了 那麼在這段時間有三萬八千張 那麼大家等著要被收購了 但是這個是後面是一個騙局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了 一方面現在想賺差價的人 他求售無門 另一方面過去這個遊戲股 大概都是一般年輕的小股民 他進場把醫生的積蓄 拿來投資這家公司 但現在大家血淚斑斑 所以在林泉政府面對樂森案 我們也呼籲要勇於追查真相 能夠把這個在這次樂森所導引的這個整個在對資本市場造成的傷害 能夠給大家一個交代 回頭我們要看到 在這個稅改當中 我們現在可以瞭解中間也最近有個報告他講台灣的三支經濟引擎全部熄火包括這個出口那麼也包括投資也包括消費那這消費當中其實影響兩個很大的一個是股市現在交易量的萎縮那麼一方面黃市現在交易量同樣萎縮那這個股市我們在上次特別提到了台股現在在九千兩百點以上但是大家可能只注意到那這個股市我們在上市特別提到了 臺股的股價上漲是臺積電外資不斷的買超所造成這個禮拜臺積電最高來到一百八十五塊 那麼他的市值不斷的往前推進但是大多數的個股其實都沒有量 這當中還包括陸客現在沒來行政院急了這個就是臺灣現在內需高度萎縮的狀況這是日月潭的這個過去的盛況現在也沒有了到底我們怎麼辦這是大家所要面對的那這當中其實今天我們特別邀請到我們兩位好朋友李同榮先生跟葉國華已經來到我們節目現場我們要來看看臺灣一個他說全球黃市臺灣表現最差 這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那這當中新興市場這個臺灣是跌得最慘這張圖大家也可以稍微看一下在今年的下跌的房市當中臺灣是跌幅最慘香港也不太好包括俄羅斯也包括日本包括西班牙澳洲但是臺灣的情況看起來是相對最不妙的這當中黃仲衛現在非常的淒慘所以今天我們特別來看看黃仲衛的這個表現了你可以看到 這個前四個月成交不到這個人均成交不到一件那這個上半年我們看到黃仲衛到年底有人意估大概會倒一半那這當中現在大家對房地產 未來的發展 未來的發展現在大家有不同的看法那上半年的房地房地合一歲呢現在大概只剋到三億九千萬這個也是比疫情中少得非常多啊那麼房市到底何去何從這是我們今天啊再跟大家要來報告的重點另外在這個禮拜當中啊這個我們看到國際情勢當中呢美國的就位市住呢 輝龍就位人數十五萬一千看起來升息機率不高所以美元指數啊跌到九數以下這個對全世界來講是好消息那麼黃金的價格呢現在下來了另外看到白銀的價格呢最近也走跌了那麼油價呢在反彈之後沒有過五十也開始往下走 所以這個就是在目前炎物料的這個行情當中啊現在比較緩和的一部分就是在現在如果美國九月一這個確定不升息那麼對全世界來講在資本市場可能會有一個相對比較活躍的蓬勃發展的時刻這個值得大家好好來把握好我們回來要來看看我們整個黃仲衛到底有多麼慘烈我們先介紹我們李同榮 李理事長 社長好 大家好好我們葉國華 葉總經理 是 社長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我想這個我們葉仙好久沒來到我們節目了你現在自己創立一個Apple House這個房屋自售平臺 是那我想這個你都在第一線打仗所以你也告訴我們現在在整個黃仲產業大家知道這個永慶黃屋在預告這個會很慘慘烈到底現在有多慘你也告訴大家也讓我們政府有關單位了解到這個整個黃仲衛到底苦到什麼程度 黃仲衛從一三年的三十六萬劑 到一四年的三十二萬劑到一五年的二十九萬劑到今年有可能會突破不了二十四萬劑這樣的情況下 金融海嘯三十五萬劑的 對 一三年 金融海嘯還有三十二萬劑 對所以這個時候如果今年連二十四萬劑都不能突破的時候我們看到了現在的從業人員是怎麼辦的我有幾個案例第一個回家賣地瓜你沒聽過做仲介做到去賣地瓜賣地瓜你聽起來會心酸而且地瓜還不好賣為什麼因為他不太會烤所以日子過得很心酸 那還有人離職以後去做這個日本的拉麵店 對然後臺北開了一家然後在臺中也開了一家 事實上又請不到人 對所以四個人都自己的親朋好友在那邊做也做得很辛苦 當然我們現在最常聽到的有很多這個中介的經紀人去做什麼 兼差去做Uber的司機 反正就沒有嘛他就打開來 就接接 就在在因為畢竟有房貸要繳 有小孩要養那還有更重要的是你想都沒想到會去當快遞員 對 快遞送什麼 不是送文件 你有聽說去送便當 真的因為他摩托車騎得到處去 很方便嘛現在有那個APP順便就叫他送 他就去接了 一趟八十塊 一百塊他也做 所以我想如果房仲的這樣一個專業人員進入到現在的這樣一個事況 能說用一個產字來形容嗎 我相信這個東西會造成後續非常大非常大的一個影響 現在就很多人認為這個這個房地產的不景氣 其實才正要開始了 所以如果說那個房仲如果在NBT講 如果講八年 那你們日子怎麼過 這個 這個我相信還會陸陸續續會繼續觀點 因為從去年到現在為止 目前 帳面上看得到大概一千四 一千七百多家的一個店 可是事實上因為我們知道這個整個退店的程序 他是退完以後 一年後才能夠退保證金 所以在官方的統計裡面數字一定會稍微比較慢的 那事實上很多人現在都離開房仲業 其實能做什麼 觀光也不景氣 旅遊不景氣 飯店也不景氣 各行各業都不景氣 尤其是我們第一線接觸到的客戶 實際上很多的不管是中小企業 都在說我當看守內閣 不是政府的看守內閣 是他自己是老闆 他當看守內閣 為什麼 因為整體的這個政策跟方向不清楚的時候 其實他們身上是有錢的 是可以投資的 可是全部停下來 因為太多的政策不明確了 所以讓他們造成他們遲緩的一個動作 那這樣子對於買房子的這個所謂的主要的族群來講 有錢人他不買房子的 沒錢人買不起 為什麼 買得起繳不起 繳得起持有稅太高 也付不起 所以爸媽也不會買了 這整個檔下來造成的這個慘況 我想會絕對超過大家的想像 好 現在有官員講他說你這個房仲業者 房仲這公司 開的比下面一邊還多 所以他說關起家沒有關係 那到底是不是應該這樣 等一下回來我們請教我們李同仁李理事長 稍微來 好 歡迎回到現場 我想接下來我們來請教我們李董事長 我相信這段一段時間大家對房地產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有人認為說房地產太旺的時候 很多人不去創新 結果都去囤房 結果把房地產炒得非常高 違反社會正義 所以這個叫世代基礎正義 所以要打房 這是一個源頭 那現在看起來 理論上房地產好了十年 理論上就應該回檔 但在回檔的過程裡面 我們看起來好像下手又太重 現在打下去 這個又變成把他打趴了 打趴對一個產業的正常發展來講 其實是不好的 那現在這個對房市這樣的一個冷峻的情況 你的看法 他是不是對臺灣的產業創新帶來十足的幫助 還是大家一塌糊塗 我想剛剛講過這個房仲業慘狀 我大概再提供一個數據 我在當全聯會理事長之前 這個高峰的時候大概房仲業大概七千五百家 到現在大概剩不到五千八百家 所以基本上這 尤其是這兩三年已經緊縮到 已經是關店大概有兩成半左右 所以相對的有三成的經濟人是失業 也就三萬個家庭是生活面臨困境 那麼有百分之九十的店 現在是虧損 有百分之八十的經濟人 現在生活是很窮困的 就是說做不到業績的 那只有兩種選擇 一個是失業 一個是轉業 剛才講有Uber去開司機的 我也碰過這個開司機的叫李市長 我就嚇一跳 那我想在這個節股點 我們前一陣子也聽到這個財政部長張聖和說開的店比7-11還多 那我就回擊他說 這個我從你的臉書 他的張聖和一張照片 官員 臺灣的官員也很多 農員也很多 部長的退休金也很多 那現在又有另外一個張金二教授 他又說誰叫你們這個店要開得比麵包店 他沒有講7-11 比麵包店還多 我要說 其實這個他的研究費也相當多 他的房子也蠻多的 他的話也多 而且他提供的資訊不準也相當多 所以我們在講一個產業的時候 他當然有他的技術循環 那為什麼這個會關電 當然房仲業跟這個價格是間接的影響 但是價格絕對不是取決房仲業會不會關電 因為房價有一定的循環 所以房仲業的觀點是跟交易量是有關係 那交易量 誰殺了交易量 第一個景氣自然的循環 這個是他一定經過三個階段 但是他景氣的循環 他架縮他一定會面臨到殺價取量 量會出來 但是我們現在量要出來的時候 政府又開始又有什麼稅 又有什麼出來 所以讓這個開始要緩跌 讓他量出 然後到後來有止跌的現象 這個情況看起來是量一直在縮 縮的可能根本就不了 那第二個原因是因為不當的干預 所以才會殺了交易量 第三個原因就是我們不當的稅改 那不當的干預 過去還有所謂的央行 他這個現代 對不對 資金的現代 選擇性的現代 從臺北市現代前跑到新北市 他從新北市現代前跑到桃園 從桃園現代前跑到中南部 對 全省現代前跑到海外 所以這個表面上是這個項莊在五件 其實意在配工 其實說是這個風險控管 央行說風險控管 但是實質上就是打房 另外第三個就是不當的稅改 這個不當的稅改 這個很糟糕 從奢侈稅到房地合一稅 到現在的房屋稅 是這個雙張 從中央的 張金二講說房地稅壓垮房市 他說我也沒想到 他把自己這個包裝居住正義 然後把居公 他剛剛出了這個書 對 他說他是壓垮房價的最後一根稅草 房價跟他根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從來沒有預測房價會準確過的 那為什麼他說壓垮最後一根稅草 他就是房價我在二零一一年 就已經預測了二零一四年會反轉 你就是政府都沒有政策二零一四年 他也是要下來的 結果他看二零一四年出來 看他要積不可思 這個房價要下來 他從後來我再踹你一腳 他說這是我的功勞 這是我踹 那踹的是用什麼踹法呢 這個是房屋稅 這二稿 怎麼二稿呢 我說雙張把房地產 包括股市跟房市的交易量打垮了 一個是張聖和 房地產另外一個是張金二 那他們怎麼樣打垮 我說用白色恐怖來形容 那就是張金二 那他用的白色恐怖更可怕 他利用了他的職權 他就把路段調整率調高 把這個房屋的造價整個調高 讓你新屋根本受不了 他叫做一刀切 就是二零一四年七月一號 以前跟以後差兩倍多的這個房屋稅 然後一刀切是他的他的做法 然後他現在說一刀切是不公平 所以應該要追溯到老屋才公平 一刀切也是他 現在說要追溯到老屋也是他 我是覺得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個 那假如說這個過去他 他的這個提供的資訊 經常這個研究的這個 所謂不動產資訊中心 研究出來的東西 我經常批評他沒有一次準確過 我還幫這個參加開會 我就問他說 那現在投資客倉絕二零二零一二一一的時候 投資客倉絕 那這個投資客都已經短線都已經百分之五十 你為什麼會講百分之二十五 他說你們房仲業講了 銀行講了 房仲會跟你講說 我們的買方都是投資客 銀行會跟你講說我這些貸款的 都是短線的投資客 那你這樣的資訊怎麼會 他講說你們房仲業不能夠資訊無所本 不能夠發表資訊 那他資訊有所本就是有所不準 所以我想說我們這個不當的稅改 這樣下去的時候 整個把新屋沒有人要買新屋 第一個因為買新屋被課重稅 第二個豪宅崩盤 那全臺北市都不要蓋豪宅了 以後大家也這個富人他也失望了 資金就往外跑 另外再來窮人現在開始 只要這個這個這個追溯老屋三十年 大家都害怕了 那本來是房價在軟著陸 還有機會到甚至於到明年 還有機會止跌的狀況 那現在又來搞這個房屋稅 所以財政部是幫兇 因為財政部在二零一四年 年底他就發布一個廢除令 說二零一零年的這個老屋追溯 不能追溯這個徵稅禁 二零一零年有個禁令 二零一四年就雙張會以後發現說 現在只針對新屋還不夠 因為果子摘完了以後 就要刮樹皮了 所以當然針對老屋稅會比較多 所以就二零一四年財政部放把火 你們這個禁止令把你們廢掉 老屋可以讓你們徵稅 所以地方政府就有這個這個無所不為 那地方政府現在擴權了以後 那全部從臺南市開始 臺北市開始 全部都針對自助的 我看全民要上街頭 你看看這個劉文智 他特別批 房屋稅過重 他現在大概房屋稅一億四 再加這個地價稅 又到九千多萬所以他兩個加起來 現在看起來我看他看到 每次看到這個他都花了一大堆牢騷 那房地稅基看起來 這是壓垮房地產 關鍵的一顆稻草 一根稻草 就是一個稅制 全世界不是說你 就是說你三十三十年的房屋稅基偏低 全世界也沒有說一年跟你調整 這個二點六倍 沒有一個國家受得了的 這當中你現在可以看到 房屋稅大概就今年一到七月 已經課到七百一十四億 那這地價稅我看三四百 如果加起來一千多億 就反正你房子擺著 大概就已經課掉一千多億 所以這個稅制影響 全世界的企業的佈局 影響非常重大 臺灣如果說我們還是 在眼前的這種用高稅 去抑制企業家的投資意願 我相信臺灣的景氣 我們的經濟大概恐怕很難有拼起來的一天 回來我再想這個等一下 請耶哥告訴我們 其實房屋稅已經重創到很多的 這個房地產的交易了 很多人其實都斷頭 我看我周邊很多朋友 大概賠兩三千萬的比比皆是 他們原來訂了房子 但是到7月1號以後 2014年7月1號交屋 他們很多人看到後面黃屋稅 那大家後面乾脆就斷頭了 所以現在看起來這個慘況是 不斷的在發酵當中 到底有多慘 等一下你來告訴大家 好 我們請越國華總經理來告訴我們 其實你可以看到現在第一個 在7月1號以後交屋的房子 像劉文志在抱怨就是 他是7月1號交屋了 但旁邊那個美福飯店 是7月1號以前 所以他兩個兩棟飯店擺在那裡 結果他的稅是不一樣的 差很多 那現在7月1號交屋了 比方說像我們林敏雄先生的這個大安 連群劇毒官那個豪宅 看起來好像也不容易賣 面臨很大的壓力 所以這個命運就差在7月1號 這7月1號你所看到你的客戶當中 有人斷頭的慘況到底有多慘 這個很慘 我們剛才講的劉文志 他如果一年多了那個差不多 將近快兩億的這樣子的一個稅 等於是每天要多賣六十萬的房價 那六十萬是如果五千塊的話 是要賣一百二十間 也就是說他要多賣一百二十間的房間 不用錢 這錢是要交到賬戶 他收不到錢 那要多少人士成本下去才夠 這樣子還只是繳稅 還負擔不了他所有人士開銷 這樣的慘況當然非常嚴重 我們回到所謂的豪宅房屋來 不一定是豪宅 是全部只要103年的7月1號以後交屋的房子 都面臨這樣的問題 都面臨這樣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講說這個豪宅多慘 如果在過去一個一百五十坪的房子 他可能的造價只有一千萬 他的房屋造價是一千萬 經過變更之後 現在調高所謂的房屋造價 房屋構造成本 房屋構造成本 他變三千萬 光構造成本三千萬 在層上他的路段率 他就變成他一點二趴的 他就要變成繳到兩百萬 在層上他是第二戶 因為沒有人會有豪宅是第一戶 大概都第二戶第三戶 再來乘以二 本來是一點二倍 二點四 那乘以六倍 所以變四百萬 不好意思 也就是說他一年要繳四百萬的房屋稅 一個月等於是要繳三十多萬給政府 請問這樣的房子 他說兒子我買給你住不好 把麻煩你把二十年 房屋稅跟地價稅都把我繳完 把管理費都繳完 不要給我買 不要付不起 所以很顯然不是現在買得起 買不起的問題 我即便買得起 那不可能是我住 因為這麼多年來很多爸爸都有了 他接下來是為了小孩子做安排 買不下去 因為小孩子不敢要 你寧可把錢給我好了 我也不要房子 所以就造成了這個樣房子 那現在買到一半了 蓋到一半了 這個拿到手上 天啊我小孩又不去住 我要花那麼多錢 一年一臺賓士 退退好 所以你就會看到說怎麼退呢 買個一億的房子 已經繳了十五趴 十五趴繳了一千五百萬 開始去談退稅 那團退戶 談來談去 後來說十五趴沒看要扣多少 好 切一切九趴 九趴一千五百萬的九趴 就是一千三百幾萬 現金直接爆過去 就放在桌上讓他收 因為對建商來講 建商等於是沒有賣掉這個房子 退戶退掉了 可是他實質上又收了這一千多萬 對 何樂而不為 反正你能不能強迫你 也是有一個解約機制 所以就把它退掉了 那這個還是一億 你現在如果買到兩億的房子 這下產的 你剛才社長提到說 被沒收一千萬兩千萬比比皆是 太多了 我們從北 從天母一路講到 這個南區到處都有 所以這個已經是蓋好的 面臨了這樣的狀況 交不出去 所以我們看到送江路 有一個案子 那個稅已經高到所有人住進去 哇哇大叫 然後那個建商的老闆 帶著趕快來做這個complain 為什麼 因為後面的建商就是已經蓋的 不完工 已經買地的不開工 還沒買地的不買地 三部政策 不買地不開工不完工 那所以現在很多房子 你如果在高速公路 或者是在各大寵畫區去看 你看到非常多的房子 現在都停工 蓋到一半 不要再蓋了 因為蓋好馬雄就進入到新屋 新屋開始要繳稅 誰繳 如果是買方沒付的話 現在你講這個就是說 如果建商蓋好房子 那現在很多建商也在叫 因為他房子賣不掉 但是他繳房子稅 徒房稅變成三 因為他三戶以上 一年以後就會徒房稅 三點六倍 所以這個建商的情況 到底怎麼樣 更嚴重 建商嚇死了 為什麼 因為好不容易跟市長 有一個見面反映一下這個事情 後面就在批判他 怎麼放水給建商 怎麼樣這個圖利建商 那怎麼辦 現在完全是卡住 所以你就看到房子 就放在那裡不蓋了 不是只有大巨蛋不蓋 大巨蛋不蓋造成什麼影響 大巨蛋後面有多少包商 我處理過多少客戶 是下面的包商 他比如要接計電工程 接了四億 想說這一團要做完十二億 但是他拗四億的本錢下去 所以把房子什麼全部抵押貸款 銀行借接下來極具設備 所有通通買下去以後 停工了 慘了 他本來還買了一間房子 那間房子要賣 現在要賣不掉 然後這裡又卡住 我告訴你 他名下真的所有房子 全部拍賣掉 還不夠來面對這樣的問題 所以大巨蛋不蓋 會造成這樣後面的問題 我們再看看這麼多的監案 蓋到一半不蓋 你想想看後面 引申的問題有多少 他接連的連環炮一直發生 所以這個東西整個的政策 造成的不只是產業的推擠以及擠壓 然後造成了很多很多失控的狀況以外 當然這個是建設業 那房中業再回到這裡來 你就看到現在市場的賣壓 有超過不同的房子在網路上賣壓 不含預售屋 有三十九萬六千六百多戶 你看這麼多 不是網路上我們大概講的十幾萬戶 這麼大的賣壓接下來怎麼辦 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這裡面有人講說這個價錢跌下去就要讓利 房價就會成交 這個李董事長 你認為有道理嗎 這個現在如果說能夠讓房價跌下去 然後大家成交 那也許有量 可能這問題就解決了 那真的是這個樣子嗎 其實事實上 我去年就講 今年下半年是殺價取量的一個半年 有沒有殺價 有 建商真的那麼硬嗎 建商偷偷在降價 而且降得很兇 尤其是新城屋 但是問題是現在我們整個在降的時候 已經開始在消化的時候 你又來房屋這個稅改的部分 我的講說房地產最重要的 出現的問題在交易量 跟證券一樣 跟股市一樣 我們來看一個這個圖 這個是從這個一九九零年 這個一九九零年這個時候 其實這個這個那個時候房價並不是很好 但是是在盤穩 但是經濟成長力很強 因為經濟成長力強 所以他最高到五十萬戶 到了一九九六年還有五十萬戶 那為什麼後來下來 是因為亞太金融風暴 所以他才下來 我們現在最近最高還有到四十出頭萬戶 四十五萬戶 但是現在只剩下夭折一半 二十幾萬戶 那這個是很不正常 正常的一個房市是價穩量要活絡 但是我們現在是說因為漲高 所以你應該交易量就是跌 所以我打交易量好像是政府的攻擊一樣 這個這個政績一樣 這就會跟證券市場一樣 你等到你股價上去量還是出不來 那所以我們現在最擔心的是這個交易量 那我在講說用稅改打房 是最危險的一件事情 是非常危險 因為稅稅制改革 他本身是中性的東西 所以他在賣方市場的時候 他會轉嫁 在買方市場的時候會鑄跌 所以當你在這個上漲的趨勢線的時候 你用設置稅去打他 兩年產生閉鎖效應 所以他量縮反而價漲 所以你根本控制不了 因為他轉嫁 那你現在是跌的時候 你用很重的方式的稅改去打他的時候 他就爬不起來 所以你用力去打房 房價不要讓他上得太厲害 但是等到上來的時候 你要硬打的時候 這是很危險的 那萬一崩盤什麼事情都會發生 所以我就想說稅改不等於打房 不能等於打房 第二個觀念就是增加稅金 並不等於增加稅收 所以你增稅以後 你看奢侈稅是收多少 只有兩成的預算 所以這些編預算的都要打屁股 現在黃帝合遺稅 黃帝合遺稅變收四十億 變成三點九億 也是一兩成都不到 這些編預算都是真的是官員 都是要有的就是有御用學者在後面出主意的 都完全錯誤 第三個觀念就是說降低稅率 並不等於稅收就會減少 就是說阿扁時代 他有增值稅減半 反而稅收增加 因為交易活絡 對不對 你把他救了房市以後 他又救了金融 救了亞太金融風暴以後的預放比過高 那遺產稅也是一樣 你降低遺產稅的時候 他稅收並沒有減少 但是現在是發生的 所以說沒有減少 還沒有發生的那個金 背後的那個費進來的金額才是最大的 所以這個對我們在這些資金 怎麼樣留在臺灣是非常重要 但是你現在又開始 還沒有開始開始改 你就要這個先下福說 我要提高到百分之二十 大家又開始 又跑了 又開始在跑了 所以這個後遺症是很大 我是覺得稅的部分 我們要好好去研究 不能再疊床嫁屋 像現在的稅這樣增加 其實我在講說你要把稅基擴大 你稅率就要降低 對 這當中其實我們看到房屋稅相關的 就是從豪宅開增 市價超過八千萬 就被認為是豪宅 然後開始稅上加稅 現在有幾個就是你房地產 如果你賣掉就守得稅 守得稅分兩種 一個是房地合一守得稅 那是按市價課 然後如果舊制你說房產交易 守得稅 然後再加一個土地增稅 然後如果說再交易雙方 賣方是土增稅 買方客氣稅對不對 那不要動 不要動什麼 土地稅土增 土地價稅跟房屋稅 持有稅的問題 這個叫持有稅 就你都沒有動 那稅就找上你了 所以最不合理的是你我是自住的 我一輩子積蓄 我希望三代同堂 我買了一間比較大的房子 也許就超過八千萬 在臺北市就超過八千萬 你跟我課重稅 我是自住 所以我們要以自住為基礎的話 不管你是不是豪宅 不管你是不是新屋 都不應該課以重稅 否則的話這樣大家 因為我們臺灣不缺資金 我們臺灣缺信心 所以現在大家就是因為民心 缺乏了信心以後 大家富人失望了 那你又對窮人 又沒有照顧到 所以整個的這個產業也慘 那整個有這個 沒有買不起房子的人 還是買不起 金融帳連續二十世紀淨流出 金額是兩千七百三十七億美金 等於八兆六千億台幣 那這些錢去買外國的股票 也包括外國房地產 等一下回來 你告訴我們 其實我看臺灣這幾年 我們買柬埔寨 買馬來西亞 日本一大堆 那這個就是黃仲業 轉型到這個地方 他們有出路嗎 等一下回來告訴我們 黃仲業的悲情 就是已經持續兩三年 這當中現在包括交易量在萎縮 然後黃仲業不斷的在退出 市場 那現在很多人山不轉路轉 當然就開始往海外走 所以這幾年柬埔寨非常熱 所以大家都大軍都開過去了 然後馬來西亞很多 包括這個日本 日本現在經常很多投資講座 那這個到底是不是臺灣房地產發展 之後就我們自己 你等於鼓勵大家說 不要在臺灣買房子 然後去買外國 那這個像柬埔寨有些太熱以後 就會發生臺灣人賣給臺灣 大概一棒接一棒 那這個後面當然會衍生很多的 事端跟問題出來 不過華兄你看到 你在這個行業所看到的房仲業 這一種國際化外流的情況 有沒有看到一些很奇怪的這個現象 這個談到這個海外投資 當然是這個所謂的生命 自己會找到出路 因為從業人員他在臺灣 已經沒有案子可以做了 沒有量了 那你首先看到就是說 最先是從所謂的建商的代銷業 對 開始沒有了 但是代銷手上有一大堆這個 以前買房子的這些客戶 那這些客戶明明知道 他有錢賺了錢 可是不敢買臺灣的房子 那這些客戶怎麼辦呢 於是乎我們就開始所謂 進行海外的投資 那代銷過去之後 後來發現說 那個仲介身上 也有一大堆客戶的名單 所以也把仲介引進來了 所以陸陸續續 仲介因為沒有業績了 所以也就加入這裡來了 那我自己旗下的曾經的這個 帶過的經紀人 當然在四年前就開始進行所謂的海外的交易 那四年前海外交易是從哪裡開始 當然是柬埔寨 可是更早之前 柬埔寨很多 非常多 那他最早之前還是從日本 因為從日本開始 因為日元跌嘛 所以大家就去買嘛 買的又便宜 然後後來這個租金又高 買日本的房子 當然會用臺灣來跟日本比 就是說日本 因為他百分之百都十平 臺灣的十平對不對 所以大家看到日本的房子 價格比臺灣便宜的時候 大家衝進去 你看到六本目等於我們的新一計畫區 中下東路附近對不對 你看他一算 那一百塊 一百萬而已 很適合 而且又十平 那所以呢 很多人就去買 為什麼 因為買了很多人 他們會租 日本的租金 頭包率確實是高 對 他們都將近六%左右 所以因為這樣子 就帶了非常多人到日本去了 那去日本有沒有賺到 有沒有穩住 是有的 可是畢竟日本的市場 還是就是那邊一些嘛 所以於是乎開發出了另外的 所謂的東南亞 東協的這樣一個產品 馬來西亞最多 一開始是馬來西亞 那後來柬埔寨就進去了 那柬埔寨呢 其實投資馬來西亞 跟柬埔寨有什麼不一樣 投資柬埔寨需要當地的人頭 你要買那裡的房子 需要當地的人頭 你到馬來西亞 你只要設法人 你到泰國買房子 也是設法人 可是當到柬埔寨買 需要當地的人頭 說實在的 我以前帶過的人 我問他 你已經去四年了 請問你當初跟你買的客戶 現在怎麼辦 尤其買地的罪名 要用柬埔寨當地人的名義 買土地嘛 後面都有很多糾紛嘛 很多糾紛 後來就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他們要盡快找人接手 把它蓋成房子以後 再過戶給後面的人嘛 所以呢 變成就是說前期的學長 找後期的學弟 你就會看到說 某一家公司 某一家單店 就去接了海外的代理權 接了以後呢 後來就帶客戶去賣去買 然後後來前手要倒給後手 那後手就出問題 出現狀況了 可是呢 這個變成說 單店的問題跟總公司無關嘛 所以顯然這個投資的風險 是相當高的 但是你不要誤信品牌 可以保障你什麼 到海外投資之後 盈虧自負啦 這件事情呢 所以呢 就是他當初去了以後 後期他告訴我 很簡單啊 後面的人來那麼多 他們是後知後覺的 他們帶來客戶 我就我的客戶就賣給他 我就退走了 所以第一代的賺走就離場了 對 後面進去的 就套在裡面 後面第二代的進去 就套在裡面 其實這個有什麼高深的學問嗎 沒有 溫哥華很早就這樣子了 溫哥華很多台灣人 香港人跟大陸人去投資 賣給入資 就是賣給入資嘛 然後大陸去了第一代說 你買這個危險 你有什麼關係 我後面很多人要買 我就賣給他就好了 所以大家都是這樣子 誰就是最後一隻老鼠 非常危險 那我不是說海外投資不能做 而是你要如何確保 這整個交易安全 如同在台灣 產權的問題 交易的問題 包括後面 Exco的問題 包括最後幫你承辦的那個公司 到底他是 我們在台南叫宜岸公司 建商 基階的基金公司 這個公司幫你代理完以後 他是不是永續存在那裡 確保他當初承諾你的 承租 租金通報率 買賣的服務等等 如果沒有到時候 你要去講泰語 叫人家幫你解決問題 你要去柬埔寨講柬埔寨話 叫人家幫你解決問題 我相信這個會 是會面臨非常多的方向 好 你是第一線 這個黃仲業從業人員 你有什麼在裡面的 這樣的一個窘況 你有什麼要跟政府 來喊話的 你來給政府一個呼籲 我剛剛聽到理事長講說 這個什麼他說 他也不知道說這個房價會壓成 房市會這樣的 我覺得我好像聽到我小學的同學 小學生在講話一樣 這麼大的人 怎麼可以講 這麼不負責任的話 你今天做了一句話 一切政策影響下去千秋萬事 所以這個影響很大 怎麼可能說 不是沒有影響 我覺得以我一個從業人員 二十五年投入這個房仲業來講 我自己親手這樣帶經紀人 一路帶日以繼夜 你這一輩子都投身在房仲業 我從退伍我中衛退伍之後 我就投身在房仲 對 我沒有收過一個紅包 我沒有買斷過一間房子 我沒有投資過一間不動產 我只賺我的仲介費 這樣的情況 我支支營的帶著我的經紀人 從不會做到會做 從沒有把客戶服務好 要把客戶服務好 從沒有專業把專業做好 這樣在經營這個產業 面臨到他今年已經從事十幾年 甚至二十年了 政府用這樣的方式 將整個方式打趴 我們看看全世界 我們看日本 我們看不管是美國 看加拿大或看英國 沒有人這樣搞的 所以顯然這樣搞 臺灣真的是第一次 而且一次把他打趴 這個太離譜了 剛剛理事長說五十萬戶 到今年如果連一半都不到 我不曉得哪一個國家的經濟 足以承受說折到一半的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相信從業人員不只是 當然之前有一些從業人員 在做裡面有一些悲情 更重要的是他連對這個產業 都失去了信心 你叫他何去何從 我覺得這個未來會帶出 更大更大的問題 好 等一下回來 我們請李董事長來告訴大家 房地產趴了到底有沒有找回居住正義 這是張金額經常講的 回來以後你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希望一個產業有一個正常運作 那現在很多人講說房地產不是龍頭產業 但房地產不正的時候以後呢 他影響是非常多的產業 你看最近很多的媒體 電視廣告不見了 然後雜誌廣告 現在你看報紙 蘋果自發已經很厚一大跌 現在很薄 這個雜誌也是一樣 那這個就是說當一個房地產 你說他不是龍頭產業 但他不行了以後呢 其實百頁蕭條 這個對社會的經濟活絡 跟消費的發展都很不利 所以等一下回來我們請 我們李董事長給大家來看看 房地產到底現在這樣的產況 我們要怎麼正式來這個正 正是他的問題 稍微來 我們節目漸進尾聲了 我想很多的學者都認為打房有助於促進居住正義 那現在房地產打趴了 到底有沒有達到居住正義 這點李董事長 我相信你感受應該很強烈 來告訴我們 好我們現在講打趴的意義 就是意識就是把交易量打趴了 那當然房價呢 基本上他是在緩跌當中 那要就交易量的第一個 我個人認為是經濟面的基本面要好 那房地產當然就會比較好 那主計處呢 在去年十一月的時候 預期我們今年大概二點三二 但是到二月份就修正到一點六七 那到了這個五月份又修正到一點零六 到了八月份看到七月份好一點 他又提升到這個一點二二 那我說我就在FB上就講說 主計處沒有考量到兩個基本的變數 第一個勞資爭議所引發的問題 像現在都在抗議 這個會影響經濟很大 第二個路客的問題 現在陸續出現了 這兩個變數就足以把你一點二二全部吃掉 所以我講說不是保一 是在保零 是在打保零球 所以現在這個經濟 假如沒有說一個很強的 大家只在意識形態上 現在這個政府先把困難的事情擺 在第一個先做 就所謂困難的事情 包括這個黨產清算的問題 包括勞資的問題 包括現在聯金的問題 不是聯金不能改革 因為你把這些問題都一次 他就佈了柯P的後程 就是說我一次就要解決所有這個 這個這個正義轉型正義 全部都要在我上任這半年就要解決 結果你困難的事情沒有辦法解決 後面的都動不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就這個 就是第一個要停止不當的稅改 怎麼樣停止呢 財政部要再重新再發一個 這個老屋這個徵稅的禁令 要重新啟動 讓地方政府卡住地方政府 不能夠追溯老屋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自住的 不管是新屋 不管是豪宅 不應該再加豪宅稅 或者路段調整率 這些不當的稅改 都要把它廢除掉 否則的話自住的人沒有安全感 有錢的人也不願意把錢 留在臺灣 所以這個等於是 大家富人失望 窮人不滿 這個社會就造成很大的 這個後遺症 所以另外我認為 現在包括勞資的爭議 聯金陸客的問題 內需的問題 房地產是一個內需很重要的 是帶動內需的東西 外貿的問題也是有問題 新南進政策也會碰到 所以我認為這些種零零種種 政府會受不了 所以他必須會有政策 他的政策就是針對不動產的 他應該就會有首購優惠 這些方案一定會出來 否則的話這個產業 他其他的都不用講了 房地產現在對年輕人來講 他買房 你要針對年輕人 不是在舊房 是說讓年輕人 真的能夠比較輕鬆的購房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說低總價的 你根本跌不了多少 對年輕人來講 他幫助不了多少 而且這些地員的買盤 臺北市正常的是要三千六百戶到四千戶 現在只有兩千戶 那這些地員買盤 兩年的地員買盤擠在那邊 忽然間跑出來 你房價又又開始不當的反彈 所以我們現在房地產的產業出現 什麼現象 就新屋慢慢交 第二個就是大家蓋中小坪數 都沒有豪宅了 那整個的產業 整個的都會的景觀 什麼東西 都沒有了 第三個大家這個豪宅是崩 公盤了個位數 這個很奇怪 第四個房價在跌 租金在漲 為什麼 因為大家不買去轉租的時候 這也不是很好的現象 所以社會住宅一定要啟動 我贊成社會住宅 有的業者說社會住宅會影響房價 我倒不認為 他長期可以穩定房價 那第三個就是說 你都跟的你要啟動 都跟在這個張津鶴時代的時候 六人小組演繹出來的東西 那把都跟都喀死了 所以這個叫做社會公平正義 我就覺得他只是包裝居住正義 我跟你講 要要討好這個年輕人 討好這個民心很簡單 就是房價都要下來 讓他房價打趴打跌 大家聽起來很爽 爽你還是買不到 那只是包裝居住正義而已 所以我想你看 你假如能夠把交通建設做得好 都會擴張的時候 那個房價自然就會穩定 比如說現在桃園就比較有支撐 為什麼 因為機場捷運線 所以人口都移往桃園 現在很多人買 桃園現在兩年增加三萬 三萬的人口 結果臺北市 新北市在流失 那流失沒有關係 因為都會整個擴張 所以政府要有政策 還有臺灣有一個很好的資源 我們不會去應用 臺灣的觀光資源 只要臺灣建設成一個國際的觀光旅遊島的時候 大家這個就不用去擔心路客 那你要怎麼辦 把民間的資金結合起來 造橋鋪路或者是公共建設 有觀光的鼓勵飯店的 給他這個獎勵的 全部一起集中在觀光的建設 把臺灣建設成一個非常漂亮的觀光旅遊島 這樣子臺灣才有希望 我想我們這個今天李董事長 這個苦口婆心講了很多建言 大家可以好好思考 我想房地產是所有眾多產業當中 其中的一凡 他跟國內的內需影響非常關鍵 所以今天我們葉瓜董經理 包括李董事長 把這個房市的蕭條低迷的情況告訴大家 我們從真相當中給政府看到一些真相 那麼今天感謝大家觀賞 下週同一時間請大家注意收看 字幕志愿者 李董事長 每天後説